以前他买车,他有煮 五分钱而已,半个小时,五天嘛 今天这不是几句了吗? 是,主持人 今天接着了吗? 这边是熔红堂,是很老的店 他每次都没吃的 他不是站的吗? 他不是坐吗? 他一直在这边,坐在这边 他站在那边,他站在那边 看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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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站在那边,他站在那边 从前比较真的 从前因为上面都有住人 晚上天气着 要出来拉凉,趁凉 而且这边不远处都有一只电灯,路灯 而且路灯旁边有一个凹出来 好像椅子这样更加做 更辣凉的地方 坐在那边趁凉 可以聊聊家务事情 在那边的人都会帮我 没有人买帮我 我人家看他 那时候是没有好买的 是用秋军 用饭油 头发是说饭油 是饭 饭跟饭油 饭油 饭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巴沙是从马来语巴萨尔直接翻译而成的 意思是市集 古今老巴沙由十条大街和小巷子组成 这是一个约有六万七千平方米的社区 早期是华人的聚居地 福建人 潮州人 广府人 海南人 雷州人 客家人 在这里经商和居住 此外 马来人和达亚人 从过去到现在 也在老巴沙平密地来往 古今老巴沙的十条街巷 是海添街 亚达街 大景象 游海街 夏恒街 中国街 敦阿邦哈治澳本路 神庙街 花香街 和青山道 在海添街的后方是亚达街 早期的亚达街 电屋都是由木材和亚达业搭进而成 因此有了这个街名 在1884年的一场大火 亚达街的电屋几乎完全被烧毁 重建时才改以石砖作为建材 亚达街的英文街名是木匠街 Carpenter Street 因为早年有很多木匠 在这条街上提供服务 很多木工街 很多我们隔壁也是木工 很多街都是木工 对面也是木工 这条街还有很多历史悠久的老店 比如祖传经营的香烛店 金铺 裁缝店等 开米店的 早早是开米店 炸货店米店的 后来日本来的时候才转做这个 做外形的 米店大概开没有几年 几年而已 就短短几年 日本的关系也没有开店 日本的关系来就没有做了 就改做这个 改做这个银子 自己印的那时候 改做银子 那他应该是1942年开始就做这个银子 做到现在 亚达街有间潮州人的百年古庙 玄天上帝庙 庙宇的正对面 有着一座曾经唱过无数场 潮剧的舞台 《阳春台》 在这条街里 还有一间海南人的天后宫 海南会馆 大浦同将会馆 魏绍 这边这三间都是 大浦同将会都是二小 他那时候没有学校 就借会馆来做学校 我是在大浦这间 大浦这间会馆 前面是教室 后面给海外的同乡 他们出来可以住的 还有出来一定什么 他们住在那边 亚达街的右侧 有一条很美丽的小巷 名叫大井巷 早期据说巷子里 有一口大水井 井水清凉 用之不尽 养活了一方的坡重 这两位卖的有这个幼醉 这样的白色也烫 这么烫 就能够去摄影 这里是一个水井 所以这里叫做大井巷 就是这个原因 它最南部湾的 是 因为它是地下水 地下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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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紧的 最年老的打铁匠 就住在夏恒街 谢谢 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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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间古老的静矿店 这也是百五年成就了 九十岁八十年了 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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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台湾 去台湾 游海街是由亚达街 延伸过去的商业街 两排店屋由当时的福建桥林 王游海赤字建造的 因此街道就以它为名 游海街也是木匠聚集的地方 街上可以轻易看到 江西人所经营的 上海木器店招牌 游海街的街尾有一间福建人的百年古庙 凤山寺 这座庙宇供奉着郭盛王 古镜老巴沙 经历过布洛克时代 日据时代 英殖民时代和马来西亚时代的岁月洗礼 累积着人民层叠叠叠叠的集体回忆 如今的老街坊依然深刻记得日据时代的苦难经历 我都觉得香港活得到 不然就在香港活得到 自家人公司挖的 店后面 店后面统统是山 没有这样路马路的 坐起来 你要越日本就在这边高灯家 一闪打开 那个 碰碰 我们很怕 哎呦 回家后 这块不肚肉 然后 我们去跟他买猪肉 一刻一般就要靠近 靠近就要靠近 靠近就要靠近 然后突然去这块阿伯就打 打就打 肚肉 走着 这边没有人 我们是个 这边没有人 走到阿伯这边 对面 日本的 不死 我 我 老实说很辛苦 我三年零八个月 刚才说我只吃一个鸡蛋 而且这个鸡蛋吃得不容易 跟着他母鸡的后面屁股那边去找 那时候我们搬去那个老鼠园 他们在我们住的屋子是扑脚的 下面是空的 那个鸡就在下面生蛋 我们几个小朋友叫赵伦 今天轮到你吃明天轮到我吃 我们的抓牌给他拿去 给他拿去 他 那下面 他把他擦掉 日本擦掉 上面大麦公司华文他留住 就那个在 在 在环脚的门 我就把它收在里面 等等啊 收在里面做鸡蛋 日本人奇怪 为什么留我们 原来日本人也是写华文的嘛 那时候日本人在这里做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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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早晨 老巴沙的一扇扇电门被拉开 从过去的木门到铁门 到今天的绿制卷门 到了半晚 那一扇扇电门又被关上 这简单的一开一关之间 多少岁月就过去了 多少人士也已几番更新 然而老巴沙那些鲜活的故事 就如流水不断 还在继续地延续下去 老店铺被青苔粘上的墙角 几代人的脚印 重叠着的街道和五角级 那些慢慢穿街过向的 白发老街坊 那些坐在店前有一搭 每一搭的闲聊 这些都是古今老巴沙的光和影 百多年过去了 透过这些画面 这些声音 这些味道 仿佛从过去穿越时空 保留到今天 让我们得以继续体验 这份传承下来的情怀 这就是 我们轻轻唤起老巴沙 这个名字时 内心的一份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